讓我們歡迎 最有愛心的天皇巨星 周杰倫 帶著棒球貿 天皇周杰倫出席公益活動 呼籲請幫助若是兒童 我日前才推出新歌 不愛我 就拉倒了它 其中一段直白的歌詞 卻引發網友兩次評價 因為我跟妳說 都是很輕鬆的在面對 那這個大家也是 方文山也來問我 我要怎麼回應 我說 要怎麼回應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很輕鬆的 比如說像 不用麻煩了 它本來就是很像 就是一支很輕鬆的用語 我都可以寫著歌了 還有公公偏頭痛 就是一些很幽默的詞彙 其實可能是大家 因為看習慣了方文山的這種 很優雅 對 然後很失意的 當然方文山 當然可能第三首或第四首 當然還是會回來 因為我只是在想說 塑造那種情歌上的反差 你怎麼可以把胸肌 寫在情歌裡面呢 難道你們沒有胸肌嗎 沒有 我想說把它變成一個 現在這個時下年輕人的用語 去K歌可以很好的表現 所以大家不用太認真 在意胸 當然 這現在還很厲害嗎 胸肌 現在還有嗎 現在開始要慢慢的練回來 因為當我這個歌詞一寫出 大家都想要看 就想看 不能沒有 現在還沒有嗎 你現在正在茁壯當中 歌詞只是好文輕鬆 周杰倫要歌迷不要太認真 播新歌討論度高 點閱率也很高 MV首日在YouTube點閱率 就創下了244萬 也打破周杰倫自己保有的 華語歌手紀錄 我覺得繼續保持下去 希望可以超越告白氣球 告白氣球真的是 我覺得莫名其妙 紅的一首歌 你覺得莫名嗎 我自己覺得很莫名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 朗朗上口很簡單的旋律 所以其實有時候 歌曲沒有分好與不好 就只有在看什麼時間 唱什麼歌曲 美國的花燒排網 有到第四名 真的嗎 對 麻煩明天變成頭條 好不好 這句話 因為我自己沒有注意到 不過希望這個海外人士 好不好 就是聽到這首歌 希望可以強力播放 大家想說什麼時候 可以看你在演那個劇情的 演劇情的MV是不是 對 可以 因為這個你知道 變成了人夫之後 有包袱嗎 就稍微收斂了許多 對 不然大家以前看我的MV 其實才滿放得開的 但我覺得這個 其實再過幾支MV看看吧 坦承變人夫之後 偶包變重 歌迷要看到周杰倫 再次演出劇情是MV 真的要等一等 不過每次推出新歌 都引起話題 不愧是天王周杰倫 完全樂結婉人張書瑋 採訪報導